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特区政府于11月3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对于受困于疫情近三年之久的市民 确实是好消息 但香港在过去一周的整体疫情由轻微上升 甚至重上6000宗确诊个案 亦由小童出现重症于深切治疗部留医 在抗疫路上 政府除了重点整顿经济之外 亦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宣传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以及加强抽查强检令违规人士 防范疫情再度反弹 令香港復常之路走得更快更安全 市民对于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 亦应该尽一分力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规定 在新冠和流感夹击之下 市民必须有足够防污 而接种疫苗就是最有效的保障 可以有效防重症和死亡 政府应该向市民再次重新相关重症的严重性 尤其是向家长和长者作出呼吁 透过不同渠道如前线医生访问 以实例向公众详细解释 而政府可以推行家长疫苗有新价 令家长无后顾之忧 尽快带子女前往接种疫苗 政府也应该更频密抽查相关强制检测大厦居民是否有违规 并向市民宣传遵从强制检测的重要性 对于疫情的影响力有多大 而市民也应该跟从政府指令尽公民责任 冬季章节加上圣诞节新年的来临 在社交距离逐步放宽之下 不少市民或因而松懈 应该尽早接种疫苗作出足够保护 严守防疫规定才能有望全面通关 如果大家对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